比利时布鲁塞尔发生了恐怖袭击 至今已经过了一个多月 当地的酒店业者生日受到了重创 为了挽回游客的信心 当地的酒店不得不出其招 只要穿着睡衣来入住 酒店住宿费一律减半 收拖行李 身穿睡衣 在酒店大厅等候入住酒店 他们不是流浪汉 而是冲着一项促销活动而来的 游客只需要穿着睡衣 到参与活动的酒店 就能够在入住费 享有高达半价的折扣 这名来自法国的游客表示 自己第一次遇上这个具有创意的构思 令人鼓舞 这名游客说 搞这样的活动很有趣 也是一个让大家了解 布鲁塞尔的好机会 而这名比利时游客则认为 人们必须放下恐惧 再次回到布鲁塞尔 因此这类活动对当地很重要 而这样的巧思妙想 由布鲁塞尔酒店协会推出 为的是重振酒店业 酒店协会发言人指出 当地发生恐袭之后 有很多民众想向他们伸出援手 而最好的援助莫过于到酒店住宿一晚 再次回到你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